郭文貴議員 让民众党有非常多的改革的法案 以及福国立民的相关的政策推动的时候 我们一起协商一起支持 让很多很多要积极来进行的这些法案都能够确实的落实 那不论是目前是国民党第一大党 如果韩国瑜先生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一届立法院的院长 我们依然依然会用最大的善意跟诚意 来跟民众党做各方面的合作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民进党的立委也跟我们站在一起 只要国会改革的式样 能够健全立法委员职能的方面 我们大家休息手同心 把崭新的国会让全国国人都看见